咪咪养鱼 小猫咪咪特别爱吃鱼 不管是红烧鱼还是清蒸鱼鲜鱼汤 都是咪咪的最爱 所以咪咪每天都要跑许多路到小河边钓鱼 这一天咪咪照例扛着鱼竿鱼网去河边钓鱼 小鱼真好吃 可是天天钓鱼又累又麻烦 要是每天坐在家里 不用出门就能有新鲜的鱼吃 该多好啊 咪咪一边走一边想 不知不觉就到了小河边 它把鱼竿放在河里 坐在河边静静地等着鱼儿上钩 突然看见小河里有许多黑黑的小鱼游来游去 啊哈 有了 我在家里养些鱼宝宝 等宝宝长大了 我不就能天天吃上鱼了吗 我可真是聪明呀 于是咪咪高高兴兴地用鱼网 网了好多条鱼宝宝 咪咪一边网一边数 一条 两条 三条 咪咪把捉回的鱼宝宝养在鱼缸里 天天给鱼儿换水 喂食 可认真了 它盼望它的鱼宝宝快快地长大 小鱼 小鱼快长大 大大的 肥肥的 咪咪一口吃掉你 这一天 咪咪给鱼宝宝喂食的时候 发现鱼儿长出了两条后腿 咦 真奇怪 小鱼怎么会长腿呢 哦 我明白了 这一定是我从来没吃过的鱼 嗯 我想味道一定特别好 又过了几天 咪咪发现小鱼儿又长出两条腿 这一下可把咪咪吓坏了 呀 这是什么鱼呀 我还从来没听说过长四条腿的鱼 我要快去请山羊老师来看看 说着咪咪飞快地跑去请邻居山羊老师 山羊老师 您快看看 我养的这鱼叫什么名字呀 怎么还长腿呀 山羊老师绕着鱼缸转了一圈 然后一边捋着胡须 一边笑着对咪咪说 傻孩子 这不是鱼 这是青蛙 啊 青蛙 怎么会是青蛙呢 我捉回来的时候 它们可都是小鱼啊 咪咪 你知道吗 青蛙小时候啊 就像你刚捉回来的那样 黑黑的大脑袋 细细的小尾巴 这些鱼宝宝啊 叫小蝌蚪 小蝌蚪越长越大 先长出两条后腿 再长出两条前腿 尾巴慢慢的就变没了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再过几天 它们就和青蛙一模一样咯 哦 原来青蛙小时候叫蝌蚪 长大了才叫青蛙呀 嗯 对 咪咪 青蛙是一虫 来 咱们把它放回稻田里 让它去捉害虫 你说好吗 好耶 好耶 咱们放青蛙去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 虽然咪咪没有吃到鱼 可是它知道了青蛙是由小蝌蚪变的 心里非常高兴 我们的小朋友也要学习咪咪 大家一起保护青蛙 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